請問這些聯合中國的媒體 以及藍色的政治人物 在委內瑞拉拒絕發給我們青少幫隊簽證的時候 這是很明顯 很惡劣的 政治介入體育的一個動作 請問 我們有看到這些媒體 還是這些政典的 政治歸政治 體育歸體育 出來把他拘捕 所以說你這個國家實在不文明 這是一個人辦的體育活動 而且以我們所謂台灣的青少幫隊 在全世界實力也是很誤名 你欠台灣這個堆下去 我說實在 你怎麼比較怕 我也不想能夠打出什麼樣子的 一個一個成績出來 這是一個重要的棒球國家 你竟然可以為了因為政治 把拒絕發給台灣的這種球隊 但是我們沒看來說這些人 馬英雄你也出來講兩句 你如果真的沒有看 你看中國十部的社群 北京奧運倒數計時 台灣要義無反顧 我不知道台灣為什麼義無反顧 要義無反顧 而且這幾天的 中國時報也好 聯合報也好 或者是台灣的若干電視台 你可以看得出來已經開始在 這種奧運暖身 你如果看來說夭壽 這就是一台個表嗎 就是所謂的台灣將來也只能走向 是中國的台灣嗎 我真的想說馬英九你所謂的一台個表 但是我在你的所有言論裡頭 我沒有看到台灣的主體性 我只看到不是中華民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 用中國的台灣 要來蓋住台灣人的台灣 就是這個企圖 更遏止 老實說如果那個小孩大小 他不知道對中國的印象是什麼 一死人拼 拼到我青少年說我要拼 所以跟他們說我不能出國 因為不能出國不是 因為我們不能出國是中國去打壓 請問中國是什麼樣的心態 如何能叫台灣人辛苦 如何能夠叫台灣人不走向獨立 所以我們要來講說 像吳玉珊去什麼 在中國說什麼 台灣地區領導人 我馬英九要選的是台灣地區領導人 沒有 他在台灣接受訪問 在台灣他們的所謂的海峽兩岸 什麼兩岸什麼時事請問 也是在中國播出 在中國播出但是他在台灣說的 所以我才講 到底馬英九是要選什麼 台灣是一個地區 台灣地區領導人 還是一個地名 還是一姓 還是一個國家 到底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進廣告 這些人 都可以隨身 我們在台灣 哪些地方 都可以進入 我真的要進去了 中共